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七 这武士怎么安排 擂台比武 完了 我露笑了 林七发现我不会武功了 不不不 不行了 这不公平 母亲 你想啊 这所有人都知道我武功好 专门为我增加武士 这 这民摆着走后门 不公平 母亲 倩倩 这可是给你开设的特例 文师和策论我暂且不论 可这武士 你总该赢一场给我看看吧 别 别任性 倩倩 你武功高强 到时候点到为止 切勿伤了他人性命 那又是 别人伤了我呢 调皮 你若有心放水 轻物怠慢 我定会重重地罚你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吧 不怕 三公主 城主同意增加武士 那是对三公主寄予厚望 孙公主 可一定不要让城主 释放啊 倩倩 二姐 刚刚林七她提出要增加武士 你怎么不站出来提反对啊 这对你当少城主很不利的 什么钱没有作用 咱俩赶紧找她 走走走 少城主理应文武双全才可负重 增加武士也无可厚非 倘若武士中你我成了敌手 大可将姐妹之情抛到一边 万万不要相让与我 我倒也想让让你 这不敢压子上架吗这不 你和我从小打到大 现在终于可以在正式场合 堂堂正正的一决高下了 咱们烟雾厂上见 社会终于对我 这只小猫一下很少 弹幕主 怎么了 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不行 我得想个法子 把武士给躲回去 还说 还说可以帮我 哪里找到的 后院厨房 杂货铺的伙计说 是三公主的随从子睿定制的 而且一下就做了五百个 现在都堆在后院 我听人说 二姐今晚要去抓雪尔成密探 我特意赶过去想为你解围 谁知道被你反白一刀 韩少君 你可真是辜负了我一片苦心 三公主到底为何如此 因为我把你当自己人 难道 她有意误导我 博取我的信任 我不仅知道今天是你的身材 我还知道你身高一八六 七十五公斤 欧行雪 喜欢黑色 不喜欢下雨天 最喜欢吃您补情煮的清汤挂面 不喜欢吃姜 难怪对我了如指掌 原来早就把我调查得一清二楚 将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三公主对韩莫 当真没有半点防备 还诱导我对她放下戒心 此女子阴险狡诈 表面一往情深就围于水火 暗地里却用密血涉及害我 少君 大夫叮嘱我 您不能动怒啊 陈浅浅这个贱人 少君 少君教我 我不要笔试 我不要考试 我也不要当少臣主 睡了 三公主 这 这要我